現在邀請泰國政府旅遊局香港辦事處處長 彭文正時 Direct of Tourism Authority Thailand-Hong Kong Miss彭文正時 我自己覺得 剛才都忘記了 整個旅程令我最深刻印象的 當然有很多不同的 就是吃喝玩樂 去了很多 海陸恐懲無玩了 豪華團 沒錯 豪華團 但我記得最深刻的有一個就是 我要拍一個MV 他的任務來的 要拍一個MV 其實我們去旅行之前 我們都會寫下心願會做些什麼 我想跟賴慧玲拍MV 其實我跟他被人拍MV 你沒有寫清楚 搞到他們最後 究竟是想拍還是被拍 不要緊 他拍 你作主 變成是我拍 變成今天無故加豬仔下來 之後我就要拍我們三個一個故事 我們就這樣叫做 張道張道你想怎樣拍 他變成了我們的導演 我也很榮幸 這次可以成為張道手下的演員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真的很開心 因為在那天開始 所有群人配合張道他需要的東西 張道譬如他要航拍也有 他要鑽東鑽打也有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一直拍一邊創作故事 現在創作了一個 我夠敢說是完美的故事 哇 我喜歡 我覺得最主要是 我們約一群朋友去旅行 拍MV的時候 我們群組也好 還有最主要都要 阿賴和豬仔他們兩個 都是一個很配合的演員 大家的信任是我說什麼呢 我們都很相信張道 很願意做的 我叫他 你趕快趕在那邊轉向圈 我相信他一定馬上去做的 他們是很支持朋友的人 所以我也很感謝他們 你所說的MV是否有首歌 你所說的 歌我們都是一直拍一邊想的 要大家想知道 這個MV將會剪輯 好 然後放到我們約一群朋友去旅行裡面 透露首歌我們可以 哦 好啊 首歌就是 對手戲 看你都忘記了名字了 就是韓詩的對手戲 都是我們《反哭六人甲》的 其中一首插曲來的 也是對我們充滿回憶 這次再加上這個 《再充滿回憶》 和《淒味故事》的一個MV 是的 這首歌從此之後變得更有意義 好拼味 真的好拼味